現在是民主跟專制選擇的最關鍵時刻 對我而言 我認為一定是先有公益 後有民後有和平 然後才有喜樂 我們一路上從打破黨禁暴戒 廢除刑法100條 要求百分之百民主自由 同而在推動 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 帶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權的發展 但是我們也很清楚在這個當下 不僅僅台灣直接面對 國際社會也要共同面對的極權主義的興起 極權主義對外 希望能夠以 復興民主 民主主義 為口實 穗行 極權主義的擴張 然後帶給社會 國際社會的國際社會 所以在這個當下 我認為 不管是教徒 或者是 不是教徒 不管是信仰哪一個教 其實說應該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體認 現在是民主 跟專制 選擇的最關鍵時刻 我們一定要持續發揮過去追求民主那樣的建設 我們現在要守護民主 成為民主 突然選擇 吧 那 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